嗨 大家好 我是歐瑪 在台灣的廢棄學校呢 除了被當成是鬼屋探險之外 應該還可以做點別的吧 即上次呢 我們提到把廢棄的小學 改造成人氣滿滿的休息站 這次呢 在日本又有一個創局 就是把廢棄的國小可稱水竹館 我好難以想像喔 今天就一起來看看吧 尊明小學在高知縣的東南邊 市戶市面朝太平洋 區域有80%是山林地 以海洋深沉水 響京與水牆聞名 雖然自然資源豐富 交通卻不是太方便 人口數在高知縣中排行倒數第二 追明國小 在2005年廢校後 在2018年4月活化重啟 整頓小學校變身成為水竹館 廢校水竹館人氣很高 開幕僅不到半年的時間 就來了8萬的來館人次 到2020年2月 也累積了超過20萬的到場人次 廢校水竹館除了水竹館 本身的趣味性 許多人也非常喜歡這種 老空間被重新包裝的新鮮感 在充分保有校舍原有的樣貌 也讓更多當地的居民 願意回來一當年 校園裡原來的游泳池 從前是小學生最喜歡的游泳課 裡面現在是蝦魚、海龜 與鯨魚、屏幕魚的家 曾被學童使用過的跳箱 經過改造變成了飼養鯨魚的水箱 教室裡的水槽 像是小型的太平洋生物展示館 因為這裡面飼養的 都是當地漁師捕獲後 拿來的日本漫年、香魚等魚類 大型的圓形水槽 裡更有難得一見珍貴的黑海龜 和長相鬥士的烘魚等 包含校園圖書館 都放置著鯨魚的骨架 及許多海洋相關的書籍 吸引更多家庭 帶小孩來這邊停下腳步看看書 學校可以變身成為學童館 沒有想到吧 但是呢能用這樣這麼有創意的方式 活化這個空間 最主要也是因為它的先天地理優勢 是一個臨海的小學 那在台灣呢 這種面山面海的小學 我想應該不小 而且男生面臨少子化的問題 那有這個慢慢要被廢校的危機 所以呢 不妨可以參考這樣子 非常有創意的活化方式 那打造成更有趣的空間 小孩雖然慢慢不見了 但是呢 當然也有可能因此而回來了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這是一個介紹風格地場的頻道 如果喜歡相關資訊的你 歡迎趕快幫我們按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將最starlish的資訊 第一時間分享給你喔